莫非冠主以为自己已是天下无敌 可疯子死了 徒子走了 我便只好天下无敌 冠主凭什么一人攻一城还那么游刃有余 因为此时的他确实天下无敌 书接上文 冠主在一个回合内分别用出了四个武镜之上的神通 然后书院的三大高手就遭受重创 三师姐很愤怒 他隐于世间写了23年的《三花小凯》 他是民宗史上最年轻的宗主 也是近百年来最强大的宗主 所以即使面对冠主 他的骄傲也不能丢 于连举拳再打 磅礴的力量让冠主有些侧目 但冠主一脸平静 因为他的眼眸渐渐变灰 于连感受到力量像风一般流失 他想到了某个传闻 眼眸咒寒 心里生起一股难以遏止的怒意 他不准备收拳 他知道这一拳下去只有两成胜率 所以他想知道是 自己在力量没有消失之前把冠主杀死 还是冠主先用灰眸将它吸干 但有一个人不愿意给于连堵这两成的机会 风雪微飘 李漫漫突然出现在冠主面前 没有任何多余动作 举棒便打 冠主向后退了一步 李漫漫举棒再打 此刻于连的拳头又致 冠主一人面对两大高手的合击 神情平静 三道气息冲撞在一起 新柱的城墙和长安街周边房宅 瞬间化为一片废墟 许久之后 李漫漫和于连拖着沉重的身体 从废墟中走出 而冠主依旧站在街头 毫发无损 全身上下只是青山被雨水打湿 原来时已入冬 昨夜出雪 长安城却落了一场雨 三师姐看着一身轻衣的冠主 生出由衷的赞叹 你确实比传说中的更加强大 冠主抬头望向落着雨水的天空说道 柯疯子死了 父子走了 我只好天下无敌 冠主今日入长安 一人攻一城 面对书院的至强者和黄阳 他一眼脸面佛珠上的心血之火 挥袖乱风雪 破天魔镜 伸手遗照便有天启降下 一剑变破千年城墙 人间修行为武镜 武镜之上任何一种境界都是传说 然而今日在雪街上 冠主挥手卷秀 连尸无量 寂灭 天启 无惧 这四种武镜之上的境界 却显得那般的随意轻松 这等实力 确实天下无敌 于连看着从雨中走来的冠主说道 传闻十八年前 你曾经登陆上岸 亲手把魏光明打落凡尘 除了他的光明神座之位 我当初并不相信你有能力 把一个天启境界的强者 强行打回原形 直到现在 我才确信无疑 冠主朝着两人越走越近 李漫漫和于连都知道 这将是三人最后绝生死的一战 然而就在此时 接盼已经变成废墟的宅院里 忽然爬出来了一个人 看着眼前的胖子 冠主的眼神柔和了不少 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儿子 陈皮皮走到街中央 声音微颤说道 父亲 我是书院的学生 也想为书院尽一分力 所以儿子想试一试 说完陈皮皮抹去脸上的 雨水和污水 然后缓缓举起双臂 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 这是他第二次 将天下西神指用于实战